中广论坛 中广论坛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郝龙斌 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 跟大家交流 最近国民党正在举办初选 所以非常多热心的支持者 都在积极的参与 我最近常常在外面 尤其是下班时间碰到一些人 尤其在搭电梯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讲 他说要赶回家 然后准备等电话 甚至接电话 就这样的一个热心参与 在过去国民党的初选 从来没有过 当然这次总统大选 国民党是第一次 用全民调的方式来办初选 所以这个热心的参与 让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 国民党准备在7月8号到7月14号 进行初选 这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而且这个初选 总共是由五家民调公司 每一家要准备 在7月8号到14号之间 要采样总共是3000个样本 如果从统计上来看 这样的一个采样 经过民调 然后换算结果 他误差的范围只有1.7%左右 所以是非常精确的一个初选民调 五家总共加起来 就是要一家3000个样本 总共就要15000个样本 那我们总共的 总体的样本 我的了解一共是 600万个电话户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怎么样做 先把这600万个样本 用分成15份 每一份就是40万 600除15嘛 600除15就40万 40万因为五家要做民调 所以再除五就是 每一家在当天做民调的时候 先随机采样 从这15份的15个样本里面 采一个40万出来 再把这40万个电话样本 平均分到五家去 每一家有八万个样本 然后用这八万个样本来打电话 来做民调 所以简单讲 15加一共15000份的样本 总共有600万份的总样本数 所以几率 你电话打到你家的几率是400分之一 原则上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 因为一般来讲 很多我们民众接到电话 一听是民调就挂掉 大概成功的比例 大概都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如果说是400分之一的机会 每一次要打五通 四通到五通才有一通有效的话 换句话说 其实你在家等电话的几率是很大 大概你只要在家等电话 你被接到电话的几率 差不多是1%左右 所以如果民众积极的再来参与这件事情 甚至你在家里等电话的时候 你接到电话是国民党初选民调的机会 是1%左右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大 另外你接到这通电话 你然后在民调过程中间 用心的作答 把你的支持者充分的表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对于整个总统大选 候选人的产生 其实有关键的影响 这不要看这一通电话 有的时候就插这一通电话 我举几个具体实例 譬如说大家都记得 在去年的台中市长选举中间 国民党的两位候选人 一位是江启成委员 一位是卢秀燕委员 结果他们也是用初选民调的方式 来决定谁代表来参选台中市的市长 最后民调公布的结果 两个人差千分之六 什么叫做千分之六 就一通电话里面 两个只差了六通 换句话说如果说来回的话 其实真正就是三通电话 决定了这个谁是代表台中市的市长候选人 所以你想看 如果你在当时在家里 你表达的意见 你支持的人是原来是另外一个人 而你把电话挂了 或者你没有等电话 其实你就影响了这个候选人产生的机会 当然后来在虽然只差了千分之六 百分之零点六 那江启成委员非常有风度的 愿意来支持卢秀燕 然后让卢秀燕在初选完的整合非常顺利 而且顺利的当选 这就是国民党当初用民调 用一个民主机制 然后产生候选的方式 而且在那次是非常成功 那再拿最近一个例子来讲 在上个月 台北市的北区 就士林北投区啊 立法委员的产生 也是用初选民调的方式 当时两位候选人都是台北市议员 一位是潘怀中议员代表新党 一位是国民党的汪志平议员 然后两位同意说 透过民调来整合 然后赢的人就代表泛兰来参选 结果当时民调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最后民调结果公布啊 两个人差 百分之零点一二 换叫千分之一 简单讲就是 当初就是潘怀中跟汪志平 两个人只差了一到两通电话 当然后来是汪志平胜出啊 所以这里也 当结果出来以后 潘怀中议员也立刻表达 愿意支持汪志平来参选 而且也完成了整合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凸显两个 一个就是大家都愿赌服输 另外啊 我们常讲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啊 民主政治就是少数要服从多数 可是常常在竞选过程中间啊 真正民主机制的充分展现 其实是输的人愿认输 同时愿意尊重这个民主机制的结果 表达支持最起码祝福啊 这才是一个展现风度和气度的 一个民主机制 所以当初我刚才举例 像卢秀燕跟江启成 这次差那次的民调差三通 决定的是由卢秀燕来参选 潘怀中跟汪志斌的民调差一通 结果是由汪志斌来参选 所以我刚讲 百分之一啊 的机会会接到这个电话 当你充分表达 就是你要支持的候选手 很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一通电话 决定了谁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 过去是市长或者立法委员 可这一次是总统大选 你的一通电话可能决定 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所以你的这一通电话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我也呼吁啊 真正你如果有心仪的 候选人 你觉得谁最适合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你在家里等电话之后 你接到电话的几率 并不照想象中间的那么小 大概有百分之一左右的机会 而很可能就是因为你这通电话 决定了谁代表国民党参选啊 所以我当然我对于民众热心的参与 我非常的感动 甚至有很多的粉丝啊 在家里等电话 我也觉得非常欣慰 我在这里最主要要传播的一个讯息 就是真正你在家点 等电话的时候 你很可能决定了 我们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甚至决定了我们未来 国民党的未来啊 甚至我们国家的未来 那国民党在这次 民调的过程中间 其实最重要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是 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所以非常的慎重啊 包括譬如说可能外面不知道 我们这次组了一个选间小组 是由前任的副主席啊 林郑哲先生来做召集人 而且选边小组里面 我们找了非常多的民调专家 每一次当民调开始的时候 就是由召集人跟两位选间小组的主要负责人 在五个民调举办的地方啊 来到处来视察 来看看整个的作业 是不是合乎规定 同时每一个民调的场所 都有一位民调的专家 是由党中央来派的啊 以及各候选人所派的监听的代表 在那里啊 抽查来抽听 那如果有任何一个电话听到有问题的时候 任何一个这个候选的代表提出意义的时候 当场就由这位民调专家跟选间小组的配合起来 一起当场来判定到底这个民调是不是公平 是不是合理 或者是是不是有问题当场就判定啊 而且整个的过程全程是录音而且录影 透过这个方式啊 我们来真正让民调能够就是遭公信啊 呃所以呃在前几天的民调中间 每一天每个地方都有一两个案例 甚至最多我的了解有四个案例啊 被候选人提出来质疑 而且当场判定 而且大家都没有意义后签字认同 最后的讨论的结果跟决议啊 所以呃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希望真正这个民调不只是呃误差最少 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能够接受啊 呃当然等到所有每一天民调结果结束以后 后我们都把民调的结果全部弥封啊 啊然后呃保密 同时把它送到党中央来 党中央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只负责程序的公平公开公正啊 透明 然后在7月15当天早上把所有各家经过呃 这一个礼拜所做的民调结果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场开封 跑数据 所以到现在为止到底谁领先在民调结果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在当天7月15公开跑数据以后 透过这个数据我们来展示这个结果当天 然后结果出来谁最高谁领先谁就是未来要代表国民党 经过初选胜出要来参加总统大选的呃国民党的提名的候选人啊 所以呃初选民调这件事情 现在非多非常多的呃民众在关心也非常多热心的支持者在参与 嗯 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尤其这样的一个结果真正让国民党的体制真正改革而且改变 这次的国民党呃初选啊 跟过去是非常明显的不同 呃不只是竞争激烈过去从来没有过啊 有五个候选人来参与到总统大选的竞逐呃过去常常都是一个 甚至有的时候呃也是经过一个简单的程序 我们总统候选就产生了呃 当然在呃2016年总统呃大选过程中间呃因为发生了换柱的风波 也对国民党的总统大选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也造成了我们的败选呃在那次的选举中间其实总统大选不止总统候选人呃呃很重要 总统参选的气势很重要而且总统大选也影响到了立委的参选的气势 所以总统就是一只大母鸡这只母鸡强的时候我们立委的席次就会好呃中如果这只母鸡 弱或者是整个内部有纷争有纷扰的时候呃对于我们立委席次的争取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所以竞争的激烈造成整个参选过程中间的一些纷争纷扰 对于未来我们总统呃呃大选以及立委的呃选举的席次都会有影响 所以这是为什么国民党呃中央在这次啊在程序上啊我们尽量做到公开透明 同时在程序上我们要让不只让所有的候选人能够满意更重要要支持者来参与 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这过程中间让社会大众了解到国民党的改革跟改变啊 所以程序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就是排除所有总统有意参选的参选障碍 呃比如说这次国民党有非常多的改革跟改变像第一个就是我们取消了呃参选资格的限制啊 而且过去国民党在选举过程中间都要党员联署 其实党员联署因为是总统大选我们要求党员联署的数额 也非常高是全党员数的百分比百分之几 常常在做党员联署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啊 呃同时呃过去在选举过程中间都有党员投票啊 那因为有党员投票所以常常也引起说在选举中间 有没有人惯人头党员这个选举是不是公平的问题 这次我们不只取消了所有总统参选人的参选障碍 就是你只要有意愿来参选 而且过去也规定了说要做总统候选 你最少要当过中央委员以上 或者在行政部面有部门有过什么样的历练 以上的资格才能够来参选 可这次也没有了 我们把这些都改了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让大家能够积极的来参与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再强调 我们这次的总统参选 是让所有的候选人能够走到伸展台上来 让透过大家在伸展台上充分的表现 把他的政见理念充分的支持沟通 让民众能够了解到参选人的理念 以及参选人他的能力 甚至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透过一个初选民调 产生最强的候选人来争取胜选 这是这次国民党的改革跟改变 那反观 所以在程序上我们尽量的开放 让大家都有机会 我们甚至在这次透过政见发表的方式 让民众真正了解 到所有参选人的能力 以及他的理念 那反观就是民进党在这次初选过程中间 我们看到他的程序是一改再改 而且在改的过程中间 其实包括他们讲 到底要不要把柯文哲加进来 甚至要不要加入手机民调 其实都有一些特殊的考量 基本上就是要确保在初选过程中间 蔡英文能够顺利出现 他时间从4月17改到5月22改到6月13 为什么 因为3月多当赖清德宣布初选以后 大家都知道赖清德的民调是远胜于蔡英文的 那个时候是40对18 当他改到5月22 那个时候赖清德还是赢蔡英文 所以他又把他拖延下去 当民进党决定6月13要开始初选民调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对外就在讲 其实6月13 蔡英文一定会出现 因为他们已经整个布置好了 就是在6月13开始民调的时候 蔡英文绝对会胜出 而且赖清德绝对没有机会 所以民进党的初选完全是量身打造 确定候选人蔡英文会不会提名的钱家做的 所以他的公平性 他是被质疑的 他是不是真正是一个民主机制也被质疑的 可是国民党这一次 我们在初选过程中间 大家都普遍的肯定 最主要就是因为在整个初选的机制上 我们让所有的候选人充分的表现 充分的展示 大家再看一看就是在我们举办的三次国政说明会 当初大家外界都不看好这三次的国政说明会 可是在国政说明过程中间 我们不只有交锋 不只有交火 而且所有的候选人充分的表达他的政见 理念以及愿景 所以不是只是在一昧的骂民进党 不是只是一昧的在谈统独 跟民进党完全不一样 譬如像郭台铭 他就谈了零到六岁 国家养 同时他谈了富人税 那韩国瑜就谈了 增兵不可以废 同时他谈到老人长照的问题 朱立伦就谈到自经区 还有最近谈到 人工生殖补助动暖这些事情 这都是公共政策 而且这公共政策都是民众关心的 也经过充分的讨论 同时在国政说明会中间 大家也谈了核四能源 公投法修法这些问题 这是国民党共同政见 透过这些 我们争取到民众的支持认同 也透过这些 我们充分表达了所有候选的理念跟想法 我们休息一下静下广告 我们再继续后面的节目 新闻网要改版咯 7月15重新出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元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7月15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我们有 想听分析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是内容会更多元 不变的是对守护新闻的坚持 7月15号中广新闻网 我们不见不散咯 新闻11轻松聊聊天 生活消费震惊娱乐 发烧话题最新鲜 周一到周五11点07分 锁定中广APP YouTube线上直播 我是郭戴轩 我在中广新闻网 Good morning 台湾 我是YouTuber出家 中广十分钟早报新闻 清零爱八报 早安 我是张庆零 周一到周五 早上六点零六分 十分钟让你掌握 国内七大报重点新闻 请锁定 中广新闻网 爱Radio YouTube 中广线上听 直播早报给你听 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 是庆龄的声音 新闻网要改版咯 七月十五重新出发 谢燕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各位中广论坛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郭龙斌 刚才我也谈到 在国民党的初选过程中间 这次我们除了凸显到 国民党的改革跟改变 而且这次初选中间 几乎所有的总统候选人 都在争取基层 甚至全民的支持 而且理念政见 也透过国政说明会 有交风交火 来充分的让民众能够了解 当然国民党也有些 共同的政见了 比如说针对能源政策 甚至对于合适的看法 甚至对于国家认同上的看法 可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间 其实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 是相当多的 这跟过去国民党的初选 总统候选的产生 甚至总统候选的 跟民众的接触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不同 而且这次国民党初选 跟民进党初选 我想社会自由公平 大家真正可以体会到 国民党的改革跟改变 当然这次初选也非常的竞争激烈 所以在整个初选的过程中间 各阵营的支持者 韩粉 郭粉 猪粉 粥粉 其实常常有些激情的演出 或者是动作 这其实在选举中间 没有激情 就不会凝聚他的向心力 所以在选举中间 这些现象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就是在选举过程中间 因为在民调过程中间 很多人都讲出来 非某某不投啊 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在初选 甚至在民调过程中间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大家都希望他支持的 这个候选人能够出现 可是我自己在 7月7号凯道上啊 虽然我们那天啊 主要是反鸟龙公投的一个 大型活动啊 可是因为五位候选人都在场 同时 那个活动是在民调的前一天 所以可以感受到 非常多的激情演出 甚至也可以感受到 我在现场 我真正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 支持者的焦虑啊 当然中间有些就会对于 其他阵营的一些候选人支持者 表达出一些 意见出来啊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它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就是民进党 他们不管啊 在选举中间多激情演出 甚至在选举过程中间 初选过程中间 杀到刀刀剑骨啊 可是当他们的初选结束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 他们都会一致的对外 可是国民党其实到现在 为什么我在7月7号那天 我可以感受到 支持者的焦虑 一方面他们焦虑 他自己的候选人会不会出现 另外一方面 所有支持者都焦虑一件事情 就是国民党初选结束以后 能不能团结 其实能不能团结这件事情 关键不止在候选人 关键也在支持者 如果国民党在初选过程中间 造成太大的裂痕的时候 将来团结就有问题 我一再强调的就是 我们国民党如果团结 我们都不一定赢 那不团结是注定我们会失败的 尤其在2020的总统大选过程中间 这跟国家未来的走向 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在选举过程中间 其实一再的捡到枪 他其实就是用反中抗中 来作为他选举中间主要的诉求 甚至他操弄选举 造成我们内部的对立 然后来操弄选举 来争取到他支持者 甚至凝聚他的支持者 这对国民党 甚至对我们国家 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他现在蔡英文 他整个的选举策略很清楚 他不是在跟国民党在竞选 他非常了解到 他如果能够操弄到 他对共产党来选举 他变成真正唯一维护台湾主权 甚至维护台湾意识 的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 甚至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 其实国民党什么时候 不维护台湾主权 国民党什么时候 不照顾台湾的权益 甚至国民党是最能够维护 两岸和平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政党 可是这些当选举是一个 不是一个理性的投票 其实选举到最后那一刻 投票那一刻 都是一个感性的投票 就是那一刻你的 决定你要把票投给谁 所以现在民党就操弄感性的那一块 那对于国民党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的候选人 尤其我们的支持者 在最后投票那一刻之前 我们必须要理性 当然感性的投票很重要 必须要理性 尤其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甚至国民党候选 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当你在攻击党内的同志的时候 说不定对党内的同志造成伤害 可是真正是 我的经验是 真的是伤敌一千 自伤八百 我记得在前几次节目中间 我也提到一个民调 就是有一阵子 在郭粉 韩粉 对立的情况 非常严重的时候 双方彼此在攻击的时候 郭的支持度下降 韩的支持度也下降 国民党的支持度 更明显的下降 这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甚至一般的中间选民 对国民党的定位 对于我们候选的定位 就是不希望我们内部彼此之间的攻击 彼此之间的冲突 所以当选举在彼此攻击的时候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力 甚至国民党也受害很大 如果我们选后没有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整合 如果选后我们不能够得到大多数中间选民 或者是我们核心支持者认同 如果说在选后整合的不好 还是非某某不投的前提之下 然后不去投票 或者支持非国民党的候选 这绝对不是国民党之福 也更不是国家之福 所以当然我刚才也讲了 大概七月十五 我们民调结果就要公布了 当民调结果公布以后 如果我们要没有整合的好 那将来我就强调的 我们不团结一定输 那整合的工作 主要当然是在由慎选的这一位 来主要负责跟主导 当然国民党的党中央 也要积极的支持跟配合 透过党中央的支持配合 透过胜选人的主导 我希望我们能够整合好 然后组一个金牌团队 争取胜选 我们休息一下 再进行后面的讨论 新闻网要改版咯 七月十五重新出发 谢燕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我们有 想听分析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是内容会更多元 不变的是对守护新闻的坚持 七月十五号 中广新闻网 我们不见不散咯 新闻11 轻松聊聊天 生活消费 震惊娱乐 撒撒话题最新鲜 周一到周五十一点零七分 锁定中广APP YouTube线上直播 我是郭戴轩 我在中广新闻网 Good morning 台湾 我是YouTuber出家 中广十分钟早报新闻 清零爱八报 早安 我是张庆零 周一到周五 早上六点零六分 十分钟让你掌握国内七大报重点新闻 请锁定 中广新闻网 爱Radio YouTube 中广线上听 直播早报给你听 每天叫醒你的 不是闹钟 刚才我也提了 就是2020的总统大选 跟立委的改选 对于国家的走向 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尤其现在蔡英文 一厢情愿的 亲中 反中 亲美 对于 未来 我们两岸的关系的稳定 对于未来台湾 在 美国 大陆 台湾三角关系中间的发展 其实都是不利的 那更严重的是 我想大家都 知道 为什么九合一大选过程中间 国民党能够胜选 就是 蔡英文在内部 夹着他国会多数 也是在 倒行逆施啊 比如像他当初 以清算斗争的方式 成立了党产会 促产会 来斗产国民党 甚至 成立了年改会 斗争军工教 不仅打造了 许多的 东厂西厂 作为打击一己的政治斗争工具 像最近 他还没有松手的 把管 当初 管中敏 已经经过 台大 评选 变成校长以后 人民进党 透过教育部 一再的阻扰 他的就任 中间换了三个 教育部长 最后因为 九合一选举的失败 我对于 叶俊荣 我真的要高度肯定 他还是一个有道德良心的 一个知识分子 虽然他在绿营 可是他最后 同意让管中敏 来上任这件事情 当然得罪了民进党 可是我觉得他是 做了一个正确决定 可是管中敏上任以后 民进党 松手放手了吗 还是没有 到现在还透过监察院 透过工程会 还准备来进行把管 我们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就是因为 权力使人腐化 人家讲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的腐化 尤其民进党 蔡英文现在夹着国会多数 这为所欲为 像前一阵的公投法 我想大家都记得当初 大家都讲蔡公投 当初公投法是 民进党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把它立起来 公投最主要是一种 直接民权 就是当民众 有一些意见的表达 透过国会没有办法 间接民权没有办法 充分的来贯彻的时候 民进党可以透过 公投联署的方式 然后透过全民 直接投票的方式 然后来表达 他们的意见 像上一次 九合一选举过程中间 大家一定都记得 我们有反空污的公投 有反核式的公投 反深奥电厂的公投 结果都是以绝对的多数 压倒性的 然后通过 可是民进党 这也造成民进党 在九合一大选中间的失败 民进党过去 一直把公投 当做一个选举的工具 政治工具 我让大家都记得 每一次在大选过程中间 民进党都会推一个公投 然后透过公投来绑大选 因为只有在公投 大选的过程中间 民众的投票率才会高 他也透过这公投 把支持他的一些支持者 来叫出来 来选投票 支持他总统或者立委的候选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 在过去中大选 有过入联公投 甚至有各式各样的公投 那民进党过去用公投 绑大选 可是在2018的选举中间 公投绑大选的结果 让民进党九合一大选大败 他们觉得公投不再好用了 所以当初升出公投法的是民进党 这次他就透过国会多数 虽然讲的是修改公投法 事实上是把公投法变成 不只是鸟笼公投 其实是铁笼公投 什么叫铁笼公投 你想看 因为公投需要有 四分之以上的人投票 那换句话 那四五百万人的投票 而且要支持的 多于反对的 一般来讲 你通常做一个 只是单纯的公投 你要动员人来投票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可是民进党 现在把公投跟大选脱钩 而且每两年举办一次 而且每两年举办一次 都是在八月举办 炎炎夏日之中 你想有多少人会有意愿 来参加这个公投的投票 换句话说 他所谓的铁笼公投 外面所谓铁笼公投 就是他基本上 他把公投法等于是废掉了 为什么他把公投废掉 他的理由跟当初 通过公投法一样 他是透过公投 来做个选举操弄 过去他透过公投 来动员人 来支持他的候选 现在他发觉 透过公投 动员的人 不自杀候选 造成他 九合一选举的大败的时候 他就把公投法 把他废掉了 把公投法 变成铁笼公投 甚至公投法 不能再做 任何的 一个 对他有利的选举诉求 所以民进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讲说 2020的总统大选很重要 国会选举很重要 像现在民进党的倒行逆施 不只是公投法 他最近 透过了国安务法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限制了 像 马英九 总统 跟吴敦毅 副总统 到大陆去 他不只限制这个 他在两岸关系条例 也经过修法 任何一个退降 到大陆去参加活动 都有可能被 停止他的退休凤 或者被罚款 罚款额度高到 一千万以上 其实这几件事情 包括他最近 除了通过国安无法以外 他还准备要通过 中共代理人法 其实这个中共代理人法 他主要他是 就是你以后到大陆 参加政治性的活动 或者是参加一些 大陆的活动的时候 你有可能用国安的理由 然后来处分你 那最关键在哪里 他国安的理由 他到底对于 到底什么样的活动 是政治活动 到底你这样 到底是哪一个活动 你是会有泄密 或者影响到国安 这个他定义非常模糊 那到底这些 他的定义模糊中间 谁来决定 这个活动 是不是一个政治性活动 这个谁来决定 你会不会 泄密或者影响国安 这个是由 主管单位来决定 那主管单位 现在当然都是执政党的 而且他限制范围 非常广 他限制范围 包括了政党 政治人物 还有一般的团体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通过这些 国安无法 甚至中共代理人法 将来要修法 这个绝对是一个绿色恐怖 而这个绿色恐怖的结果 绝对对于两岸的和平 稳定 甚至台湾的经济发展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将来如果说 这些法都通过的话 那所有的事情 都是民进党说了算 以民进党现在锁国的政策 他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来让整个两岸关系 能够不再进行发展 所以对台湾 绝对不是一好的事情 所以对于未来总统大选 甚至国会选举 国民党要能够争取到胜选 对于两岸 国会要过半 这对于未来两岸的发展 对于国家的发展 才是正途 才能够有效的拨乱反正 所以国民党重返执政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才我也一再强调 就是现在已经到了 初选的最后阶段 那一般支持者的焦虑 支持者的紧张 我能够体会 那很多支持者 包括我礼拜三的时候 我到了国民党党中央开中常会 我就看到在国民党党中央 有非常多热心的支持者 就在那里举牌 甚至质疑说 初选民调不公 甚至也在那边呼吁 如果民调不公 我们就要脱党参与 参选 其实这就是一般支持者 他们的举动 让国民党很多支持 忧心的地方 因为如果说 这是一个选举中间的 一个诉求 那甚至是在选举中间 争取多数支持者 来支持再好 可是常常这些传言 这种焦虑 会造成对党的一些伤害 我自己看这个初选过程中间 我觉得有几个正面的意义在这里 一个就是这次 在初选过程中间 甚至国民党整个九合一以后 我可以看到南军的士气 重新高涨起来 而且南军支持者战斗意志 都比过去强 这是好现象 另外就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就是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跟过去也不一样 怎么样不一样 过去我想大概都是传统 就是一般经过很多的政治历练 甚至在国民党里面 我有非常多的行政经验 选举经验 然后透过这个大家觉得 这些政治精英出来参选 可是这一次基本上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 很多是从基层自动自发 然后跟过去传统 总统候选产生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另外就是过去总统候选 大概都是一位 甚至在2016还没有人来参选 所以才会有后来 红袖柱的参选跟换柱事件 可是这一次我们有五位参选人 同时有经过一个 非常公开透明的民主机制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参选的过程中间 我们凝聚了士气 也把所有的理念政见 做了充分的阐述 这跟民进党的初选 量身修改不一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这次 国民党初选过程中间 好的现象 但是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些好的现象到目前为止 是广受社会大众 甚至媒体所肯定的 可是当7月15号 初选结束以后 这可能才是国民党 要面对挑战的一个开始 怎么样讲这件事情 就是初选结束以后 我们怎么样组建一个金牌团队 争取胜选 初选结束以后 怎么样能够来整合 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 怎么样来团结 这是我们最需要能够重视 而且要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自己因为选过很多次 我也选过台北市长 我其实很能够体会 当我们变成一个国民党的 唯一的候选人 面对一对一的选举中间 要面对的一些困难 跟面对的挑战 我们罗子举最简单一个例子 大家来看 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在初选过程中间 蔡英文不只用了党的机器 甚至也用了国家的机器 来打击他的对手 党内对手赖清德 他经过86天 他对于赖清德的打压 对于赖清德的抹黑 甚至透过网军的攻击 造谣 结果原来赖清德的民调是40 蔡英文的民调是18 经过86天以后 他能够用35对28 赢了赖清德 这个不只是程序不公平 更重要 他用国家机器 党机器来抹黑 打压他党内对手 这件事情 我觉得所有蓝军的支持者 不仅要看在眼里 更要深自警惕 未来我们产生了 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我相信民进党 对于我们总统候选人的 打压抹黑 绝对远超过 他对于他党内候选 赖清德的打压跟抹黑 所以我们未来 这个总统候选人 面对的挑战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如果我们党内 不能够一起团结起来 做他的后盾 其实这个选举 是非常艰苦的 甚至这个选举 会不会胜选 我相信 也是我非常怀疑的 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爱党就不要伤害党 爱候选人 就不要伤害候选人 我们团结都不一定 能够胜选 如果我们不团结的话 我们绝对不会胜选 所以外面也在有些传闻 传言说 说将来选举完 万一选举不公 我们会不会有人 托党参选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的 选举既然参加了这个民主机制 既然参加了初选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智慧的候选人 都不会做一些没有智慧的举动 甚至来托党参选 初选后托党参选 今天联合报的社论就讲了 形同政治自杀 其实我完全同意这件事情 如果托党参选 事实上是不可能胜选的 除了你把国民党的候选人 托到败选以外 造成两败俱伤 让民进党得逞以外 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能够尽心的权力来拼初选 那初选完以后 我们要团结起来 支持初选胜选的候选人 当然国民党的党中央也绝对不能够助身事外 国民党的党中央绝对要协助这个初选胜选的候选人 权力来争取 权力来争取团结 权力来争取候选 其实这次国民党的五位候选人都各有盛场 而且都非常有他的支持者团结 所以我最期盼的就是在初选胜选以后 我们五位候选人能够团结起来 不仅诚心诚意的支持我们初选胜选的候选人 更重要的是呼吁他所有的支持者放下当初的争议 放下当初的激情 全心全意的团结起来 为国民党的胜选 支持国民党的初选胜选的候选人 也只有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才能胜选 也只有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才能真正为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